王蝉 王蝉 在魏国 斩断了恒额的一只手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然后来到楚国 和吴启话敌为友 他到底打算做什么呢 不管他想做什么 反正他是 骗到我损失了一对精锐人马 吴启该死 王晨更该死 可他现在天天和吴启混在一起 我也没法下手 王晨居然砍断了恒娥的手 但从这一点上看就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啊 因爱生恨呗 自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 是个男人就受不了 但对方是王 满腔怨恨 只有向那个水姓杨花的女人发泄了 王晨心狠手辣 杀人都不算什么 何况只是砍之手 我了解王晨 以他对恒娥的感情 他不可能下得去手 而且恒娥爱极了王晨 可突然驾驭魏王 这也说不通啊 除非王晨是需要一个 让人足以幸福的理由 造成和魏王反目的结果 他被说了 太子 如果吴奇死了 楚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中断变法 只要吴奇死了 父王就算 不想中断变法 也不行了 对呀 一旦中断变法 楚国 扩张军力的计划便会受阻 那么短的时间内 楚国便对魏国构不成威胁了 这也许就是王禅想要的结果 王禅故意接近武器 就是在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机会 杀了武器